10月6日英國外交大臣南通文 在外交事務特別委員會上表示 如果中共迫害人權的證據越來越多 英國可能無法參加2022年的北京冬季澳運會 10月7日英國保守黨議員施智安在一場議會的辯論中公開呼籲 英國政府應該對中共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他發推文說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將釋放一個強烈的資訊 這樣表示英國不會違反下害人聽聞的人權暴行的國家提供平台 8日澳洲聯邦參議員派翠克發表新聞公告 呼籲澳洲必須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 他強調中共政權利用奧運會 令它嚴重侵犯人權和基本自由的行為合法化 因此澳洲參加中共主辦的冬季奧運會 在道德上是錯誤的 排除黑認為澳洲的運動員不應該被利用作為中共種族滅絕的這個專制政權的舞台道具 不要重蹈1936年被希特馬納粹政權舉辦奧運會的錯誤 除了派翠克之外 澳洲陸黨領袖奧康納、自由黨參議員阿貝茨、塔斯曼尼亞議員南比 都支持抵制北京冬季奧運會 與此同時 美國聯邦參議員克里斯科特 也敦促參議員外交關係委員會 通過抵制北京冬季奧運會的提案 向國際奧運會提出 不准中共舉辦2022年的冬季奧運會 他在治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一封信中表示 只要中共領導人繼續堅持迫害人權的道路 共產中國就絕對不應該獲得舉辦2022年冬季奧運會的獎勵 在早前已經有160個人權團體 向國際奧委會主席湯馬·斯巴赫 遞交了一封聯名信 要求國際奧委會考慮到中國人權記錄 取消北京舉辦冬季奧運會的權利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在記者會上 對國際社會的抵制聲浪表示反對 聲稱這是個別組織的行為 是企圖將體育運動政治化 有維奧運精神 一貫是賊喊作賊的方式 大家知道其實最違背奧林匹克精神 最把體育和政治掛鉤 最進行這種政治化的體育模式的 其實是中國 當大家用這種國際慣例來約束它的時候 它就覺得你們把體育和政治掛鉤了 你們違背了奧林匹克的精神 恰恰是中共從來就沒有過嚴格遵循奧林匹克的精神 原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正表示 中國在2008年舉行了奧運之後 人權狀況不但沒有改善 反而更惡劣 因此中共沒有權利 沒有資格主辦2022年的冬季奧運會